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 明明自己脑子是清醒的 但是身体却动弹不得 而且我们还想要挣扎起床 却还是束手无策 其实这个情况就是俗称的鬼压床 可能很多人还以为是迷信的说法 其实鬼压床真的存在 而西医称之为睡眠瘫痪症 睡眠处于半睡半醒的状况 同时还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觉 甚至还能听见周围的声音 但就是我们的身体动不了 有过这种经历的人 才能够体会到那种动弹不得的滋味 就像是瘫痪了一般 不过一般来说 拼命挣扎数分钟后 就可以醒来了 但是人会觉得全身很累 有时甚至满身大汗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根据一项数据表明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50%以上的人 都有过睡眠瘫痪症 根据相关方面的专家解释 那就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样的状况更加常见 这些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特点 作息时间不规律 经常有熬夜 失眠以及焦虑等等 为何大家俗称鬼压床呢 其实睡眠瘫痪症通常发生在刚入睡或是将醒未醒时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听见周围的声音 而且头脑也很清醒 但是身体却动弹不得 也发不出声音来 可能还会产生幻觉 等到我们挣扎了几分钟之后 因为反抗这是没用的 因为反抗这是没用的 而且还会消耗我们的体力 其次就是先放松 平和心态 并告诉自己没事 一会就能醒来 最后就是尝试扭动肢体 比如手指和脚趾 反正测试一下 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能够活动的 那么我们就尽量去让它活动起来 我们醒来之后 应立即用冷水洗脸 或先做会舒缓一下身体状态 也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